南京居民感叹 我们都是浩劫的亲历者 蓬佩奥曝光密闻 是本名夫发文感叹 台湾现状 益传媒前董事说 中共不可能永远继续集权 香港电话卡实名制开始 现期未登记将无法使用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要闻 今天是1月28号星期六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来自运动当中 中共放弃了三年的清零 结果不仅一夜解封令疫情大爆发 也没能消弥民间的怒火 从元旦到中国新年 多地传出百姓不顾官方禁定 燃放烟花的消息 有观察人士就认为 中共不仅输掉了抗击疫情的战役 也面临其他的危机 南京一位居民1月20号小年夜 在网上留言说 我们没有过年 虎吐交接之际 十天之内 我们失去了年迈的慈父慈母 他先是在1月4号 痛失母亲 父亲病危 但只能待在普通的病房 等待重症监护室的床位 也没有呼吸机 这位南京人说 父亲13岁加入了新四军 参加过国共内战 但是在这场大瘟疫当中 没有重重监护室来急救 他也质疑当局在放开之前 没有给最脆弱的人群 准备辉瑞等有效的救命药 他因此感慨 父母倒在了一场大规模的谋杀当中 我们都是这场浩劫灾难的亲历者 受害者 目击者 类似的故事 在这场横跨元旦新年的疫情当中 屡见不鲜 有观点认为 中共防疫上的失败 导致中国惨状遍地 这促使白纸革命 不足一个月之后 又出现了烟花革命 自由时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 人民通过突破烟花禁令发邪怒火 这说明人民已经不再把中共的政权当回事 白纸革命一个月之后 就出现了烟花运动 显示共产集权正在逐渐崩塌 一位推特用户也对新年期间 各地突破烟花禁令的消息感到鼓舞 一轮说 当老百姓认为政权不管自己死活的时候 政府的微信也就不存在了 放就放了 怎么地 有种来抓我呀 这么一想 好日子就要来了 英文版的日本时报 最近发表朝日新闻前主编 传桥杨一的评论文章指出 中共领导层因为根本无法遏制Omicron 最终放弃了清零政策 输掉了这场战役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中共从来没有准备替代方案 官员们忙着吹嘘中共政治体制至高无上 习近平领导有方却根本没有想过准备B计划 结果疫情大爆发 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文章认为防疫政策的失败 暴露了中共政治体制的最大弱点 关西大学危机管理教授永松申武 在一份英文报告中 回忆自己曾经向北京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提出的问题 中国政府进行危机管理时 针对的最大目标是什么 这位教授回答说 就是中国人民 也就是说 中共将本国人民看作是心腹打患 最大的风险 传桥杨一在文章中继续分析说 在危机之中 中共当权者非常害怕公众恐慌 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之下 对各级政府来说 真正的危机不是疫情 而是可能不受控制的人民 文章最后写道 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 中共用经济增长和所谓的爱国主义吸引年轻人 以至于产生了许多以中共国为荣的青年人 其中许多人蔑视香港 鄙视台湾 嘲笑少数民族 如今这个民族主义的泡泡 随着中共清零失败而破裂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现在只能把鼓吹反美情绪 打民族主义牌作为最后一招 拉拢民心 但是作者问道 在中共打出着最后一张牌之后 中国的年轻人会举起白纸作为回应吗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近日出版自传回忆录 披露有关金正恩不为人知的内幕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 施板明夫1月27日 就这部分内容发表了评论 隐身台湾的现状 蓬佩奥这本回忆录题为 寸步不让 为我热爱的美国而战 这本书描述蓬佩奥任中情局长和国务卿期间 种种的经历 书中提到 2018年3月份 蓬佩奥以中情局长的身份秘密访问平壤 曾经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对话 蓬佩奥告诉金正恩 中共常对他表示金正恩希望美国撤住韩国 但是金正恩听到之后 拍桌子感叹中国人都是骗子 蓬佩奥透露金正恩还主动请求美军入主朝鲜半岛 以保障金家领土不受中共的威胁 石板明夫因此在脸书发文表示 连生活在封闭环境的金正恩都能明白 不懂为何台湾有这么多自称国际问题专家的学者 天天散播以美论 还反对从美国购入可以自我防卫的布雷系统 石板明夫表示 这几句简短的对话可以看出 金正恩是一个头脑清醒 相当精明的独裁者 可以想象金正恩这些年不断地对美日韩进行军事挑衅 其中一些动作是中方逼着朝鲜这么做的 石板明夫说 金正恩内心知道 美国 日本 韩国都是讲道理的 是爱好和平的 他其实并不怕这几个国家 反而一直防范的是天天强调和平 有着用鲜血凝聚成友谊的北京 为继续推动香港的民主自由 香港基金会自由委员会 本周在华盛顿进行了一系列倡议活动 包括会见国会议员 出席智库研讨会 及与当地的香港人权倡议者见面等等 期间该委员会总裁 香港益专媒前董事马克·克里福德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 马克对黎智英的国安法案感到悲观 并指苹果的倒下象征着香港已经被中共彻底摧毁 马克表示若年事已高的黎智英被判重刑 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恶行 美国及国际社会应该采取强硬的制裁回应 马克说像香港一样自由开放富裕的城市 可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之内被摧毁的如此彻底 所以今天是香港 明天可以是台湾 明年某一个时间可以是世界 这就是中共对待自由社会的模式 马克还提到 香港在中共的控制之下 渐渐沦为一个流氓国家 与国际社会上的不良分子同流合污 损害美国的利益 他促请美国及国际社会以更多方式 向侵犯人权的中港政府施压 马克说 他的年纪足以记得柏林墙倒下的时刻 当时自己还住在柏林 事先没有人想过那堵墙会倒下 就在一年之前 世界顶级专家仍然认为 苏联和柏林墙将持续数十年 马克因此认为 中共政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终有一日 香港会重建自由 他勉励传媒人坚持 香港政府推出的电话卡实名制将在2月23日起全面实施 根据《金周刊》的报道 香港电话卡实名制的规定在2021年的9月1日正式生效 依照规定 所有现有的电话处置卡 也就是太空卡的用户 需在今年2月23日或之前完成实名登记 港府在2月23日之前 在全港25个港铁站提供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 港府提醒 若在2月23日法定登记限期前没有完成实名登记 将不能再继续使用 目前 香港所有电信商的门市或直接销售点都已经在回收太空卡 但是有些店家可能会有库存 根据规定 店家可以继续贩卖 不过 用户仍需要在限期前完成实名登记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 不知道这个消息的真实情况如何 但是要和您分享一下 苏州的一位UP主出境要去日本 发现中国边境开始检查年收入了 年收入1000万的 很难出境了 网友说 大型的韭菜不能走 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 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